中文贵文贵 文贵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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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受伤害了 还是 对他 当文贵解构了 你就才翻过来了 他对你的伤害是帮助你 对他 如果是你在受伤的那一个时候 他的伤害就是伤害 怎么能帮助你呢 他就是伤了你 是不是 你成道那天 可能说众生的所有帮助 都是众生对你所做的 都是成就的 没成道之间 全叫伤害 怎么叫成就呢 你还没成就 说不定 或者心理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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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蛮老的 你烦死了 你死的 无底线的功 可以帮助到我们 放弃自我 然后进入你我 没有其他路好走 我觉得这个比较百在不慎 我自己认为爱死的 死非母 反正总是觉得自己的手少 就是一块 读的书 多的也不见得 然后一个博士不见得 多快人 但是到哪里就觉得自己就感觉 总是缺陷 总是没有自信 如果是个博士 如果很自我的话 更厉害 更起的力 自己辅定自己 导致自己 没关系 除去以后 你可以没有任何东西 但你觉得你拥有慈悲 跟善良够了 这就是得力最珍贵的品质 所以我就吸掉了自己 到了那种清晰下 我就紧张呀 就对我自己来做 要相信自己可以了 嗯 你能做的 我相信你 为什么你自己不相信自己 我说我们要先相信自己可以去 善良是慈悲的基础 为什么就做个有意义 我们都善良了 为什么慈悲在这生化 善良有爱有情这些就够了 然后就是划到慈悲 先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觉受 就慈悲的开始 多以别人的快乐 做为自己的快乐 就这样 刚开始不是的 你不希望别人快乐 别人快乐你烦 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问题 为什么我烦的时候 他这么开心 你心灾落后吗 而且他们都快乐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你会失去好 就是觉得 尤其你在乎的人 他每天心灾落后 你这么烦 你会觉得好像显示 这个世界太美丽神了 但是刚开始 你这就分过来 你可以不快乐 但是只要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快乐 他们都有希望 他们都能友好 就先就这样想 其实没几个快乐的 但是你这个念头要转过来 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慢慢 就自我的东西就不再影响你 而且不要可怜自己 觉得我好悔气 我好可怜 也没有疼 我没有爱到这么孤独 或者是我好悔 你怎么爱我一个人 等等等等 不要只要想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 就在于他在学校来的时间 他就是老大这一点 就觉得我不如来 我一点会觉得你学的东西少 在课堂上的十年 其实很多孩子学到的并不多 社会大学也比社会上 学的东西更多 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件事情解释出来 不用想 甚至在学校你学多多多学 那是为了应付考试的 就去念念字 对 念念字 我觉得 尤其涉及到学习 人家六祖还不识字 人家六祖坐在那说 我没念过书 我怎么能做祖师呢 就误了 是吧 那把参春六祖知道吧 一个字不识不讲经说话 如果他有你这种想法 他肯定做不了祖师吧 每个人都是佛 每个人都是佛 每个人回来 都是佛 你可以的 你知道 尤其修学的人 如果是理论学的太多 又太死板 那是理藏 他的方向 你不敢的你知道吧 所以六祖在世纪不是这 就是理藏 理藏 也是不容易方向 而且你也很聪明 很心灵手巧 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很多成果人士 都小时候里面过说 我告诉你 真的是 你可以在 你喜欢的艺术 或者各个方面 你可以处理法 人家有的人六十岁七岁 还学一门手艺 什么学得很好 你用你的智慧去让自己 在某些方面 觉得自己有成熟感 或者什么都可以 学习永远不迟 如果你觉得小时候 在学校没做够的话 学习永远不迟 去大学进修去 其实不可以弥补 最主要是你 你纠结这些事 才是浪费时间 对 对 包括寒寿 包括什么 现在网络教学 可以跟世界一流的老师 学习东西 你学佛 这些都可以 修正啊 学佛都不学你文化成的 说你的兴气是说你的政治善良 说你有没有正身正义之缘 你的品质怎么样 你是不是博士一点不重要 是不是大学毕业 是不是上完语 一点真的不重要 我自己控制着自己去感觉 我自己去感觉 我心态的讨厌 保证 负面的讨厌 继续的讨厌 嗯 这些都是对的 你看 你很清楚 都是半个医生了 你知道事情太不好 导致了 好 重点就是乔心态下一次 乔心态 怎么能开心呢 自己乔呗 自己要自己 我觉得我也知道我之厉害 你希望改变我这个成熟心的厉害 你啥也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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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厉害 真的不厉害 你就是老看见自己的不错 看不见自己的幼失 对 以前是这样 以后不是 总会改变吗 嗯 人家说风水吧 三十年喝 三十年喝 一节看东 一节看西了嘛 是吧 好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妹孩子就行 孩子一上街 过马路安不安全 他坏人 就是诸如此类的 他就老被担心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是不是他还不太明白 这个因果 也不是 他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的 这样没什么不好 就是 嗯 有时候多愁三感啊 敏感啊 不太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算你念了博士出来 还是这样的 你不要留神学习 你念个博士出来 你这个还厉害 我告诉你 那种敏感啊 那种 那种 一下子人家说句话 就敏感了 心里就揪着的 那种角色是一样的 对 那跟你上不上学 一点关系 没人高兴 我就跟他高兴 是科商医被改来的 那种 就是 修修定理吧 就是 打打坐吧 说理论有权 哎 揪住他又揪住了 把孩子一个电话过来 你又揪上去 打坐 在坐垫上 修修定理 然后 我敬呼吸 呼吸 呼吸调雨了 敬得若有若无 我的身体心态就转落了 敬呼吸 坐在那儿 跟呼吸同在 其他的都跟你没关系了 因为你活的就一口气嘛 别的 别的都是乱笑 静下来可以 静下来跟呼吸同在 多呼吸来敬 静下来 把呼吸当成佛菩萨 可以给你力量的 要放在自己的 寻找到自己的生活模式 你每天要有自己的生活 孩子打个电话 就像我 他打 他可能一个月不打电话 所以说 有时候很少交流 就是除非他有事 他打电话过来交流 或者哥俩在想 我来想打个电话 就是这样 他也是说大家都好 就OK 就是 男孩子可能跟女孩子 也不太一样 但我也有一个小女孩 也是 也是 也要高中了 也不怎么回来 其实没什么的 如果他们命中 他的福报里边 有些东西真的不好 你也敢别胡说 那我就是怕 就怕 不用担心 你真的不用担心 那也就是 没有担心 还有你在做什么 要把心安住了 自己要留自己的生活 否则你坐在那儿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就会把心安放在那儿身上 你就会把心安放在那儿身上 因为孩子是你最牵挂的 你都知不觉就给他转 孩子都上大学了 你就这一个是吧 那你在家要想做什么 对于别人 对于别人 要一直先给自己做 如果时间经历充配的话 除了工作 上班 除了上班 业余可以做做其他 也不用老在家 就是要收拾房间 可能亲戚说话 各方面自己去玩 你要是觉得学习的时候 可以上一些寒寿 去大学做一些 就是业余听听一些课程 跟一些老师的交流 这些都是迷补你的自己的理范 但是我真的是静不下来 你去做才能静下来 你坐在家里乱想 你不愿邪 邪了才静不下 唯独是邪了 让自己先忙起来 在乎就在乎吧 没关系 最后人家骂你的时候 别伤心的去 我也在乎别人看法 但是他们有夸我 有骂人 骂你的别伤心 夸你的高兴就行了 是吧 不代表不在乎 也在乎 但是有些人家骂你的 在乎 看法总是两种 一直是夸你的 就是骂你 或者有的哥哥 跟人家无所谓 人家要懒得看 就得删除了 看法肯定是得删除了 只不过它发生在学生上 倒是不摘一摘一摘一摘 真的是没有吧 对 还挺轻松的 我就是说小人 我睡在就是我以前 我那种感觉 那经常来师傅家 逃跑不就完了 是吧 去你喜欢的地方 也是一个方法 去一些 比如宝头 有很多小型的道场啊 有些团体啊 有些活动都可以参与啊 对 你就会把自己的烦恼冒掉 除了我们上学这一点 他的面刻好 他福报挺好 他有灵秀 其实他学什么东西很快的 他有灵秀 又福报好 散报 散月多 他做什么很顺利的一个 二小座很顺利的 那他什么的精神武害啊 这样子已经没有遗憾了 你还遗憾啥 他说 你上学这只是还遗憾 他 他就让学校交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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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道理没用 大家说上学也好 但是没上就没上 但是他没上学 他就没上进 他是个好学生 所以一直遗憾 已经没学成 好学生就是会考一百分 其实没上 你知道吗 上佛学吧 学识项目你智慧 这个是最高的大学 你求上 如果你开悟了 你已经比所有的大学 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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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学真的没关系 你上了博士也是这样 上了博士也是这样 真的 你召了教授也是这样 你还是多厉害 第一是 第一是 你的就是 你的善报会够 就是说不会 你不用担心会缺失 另外呢就是 你该受的磨难也会受 所有你这一生 你受的 或者你感觉到敏感 或者不舒服 都也在消自己的心愿 对 嗯 就到它该发生的 嗯 自己那些 你没有大的冲击 因为有大的冲击 你就灭了 你逃不出它 就是小的 小波动啊 小波折自己心里 反正今天这样那样 波动 就是那些小烦恼吧 该受的一些 小磨难也要受 嗯 心愿去发心解脱吧 去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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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修行 你有善报 也有佛缘 你承道了 就是对孩子啊 对家人多 我来说 对家人多 也有很多 我去承道 我去承道 你承道 不用再带他 我去承道 你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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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承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